阿遠在示範一次 因為我這個不趕時間 你們要鋪成一片 那鋪成一片我會教你們是這樣子用 先把位置清出來 因為等一下大家呢 那理論上這邊要有酒精燈 讓它那個過火 來 這個動作要學要 因為接下來會教你們過火的動作 來 讓它去 帶它去我一下 來 過火的時候是這樣子 好 我先做三個 來 這邊 我讓它過火對不對 先過火 然後盡量在接近酒精燈的地方 上次我沒有教人用酒精燈 好 這次可以用 一樣 到 因為這次 這樣子冷卻會比較快 OK 好 來 這是一次一片 這樣冷卻會比較快 你看 我就沒有控制好對不對 好 這個先沖水 好 怎麼看 這個先沖水 就拍到我的攝影機了 因為沖水的時候 它就不會凝固 這個沖水 因為它就不會凝固 好 來 那我先用第二個 第二個 我就用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阿源最常用的方式 在無菌操作 這裡不是無菌操作台喔 好 可以幫我拍特寫 一樣 在燭火上面 因為我配的量 大家可以剛好蓋到滿 這樣 等一下晃一圈就好了 這次控制就有點到後面就不夠了 好 真的不夠的來幫我特寫 這邊 大概這個速度 這個很頑強 OK 這一疊就放到旁邊去 讓它這個乾燥 好 這邊我先沖水 好 這邊我先沖水 不用怕 不用怕 沒關係 好 未來有機會 我讓大家嘗試不同的東西喔 因為這樣你們練習很多次之後呢 來 這最後一個 大概九層左右 好 關鍵在這邊 來 幫我盡測一下 這邊的話 從側面的朋友 這邊看到 這邊其實都不足 對不對 不足的話 大概這個速度 一看 全部都起了 OK 然後就把它推到旁邊去 讓它自然散熱 好 那也就是這邊 多一點一點的 散熱比較慢 但是我在無菌操作台 就是這樣子 然後一邊抽風 人離開 開始外線 這個讓它靜靜 不讓它動 就會這個人比較快 等下這個師範滑線 好 OK 謝謝